大家當然很關注 我經常在手機收到很多簽名 那個又反對 這個又要把它unlike 的確是很多這些 很成功的一次大家看到 是這個香港電台 因為有人投訴香港電台 投訴者來頭不少 就是警務處長 於是很多朋友寫信進去 給港台有三萬多個讚揚 只有六千多個反對 或者是有意見 很明顯港台節目得到 全港觀眾的讚許 與此同時大家都關注幾件事 第一在美國進行回顧 關於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這個也是做過一次聽證會 大家可能沒有很留意 包括他們請了香港的代表 包括兩邊的代表 有建制派的代表 也有立法會議員的代表 我們再看看這個報告將來會寫什麼 會不會有些新的制裁再出現 或者會確實一些制裁 第三件事很奇怪 何君堯還未死 雖然這個何議員已經結束了 他的議席 但是他還在搞23條的立法 我奉勸這些溫臣 不要再搞三、搞四 我不知道他的背後靠山是誰 還是他自己傻傻去搞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 其實23條現在中央都不敢出聲 更何況特區政府 試過2003年當年除了沙士 還有反對23條立法 引致2003年出現後 有50萬人上街示威 當然可能那次之後 觸動了中央神經 由中聯辦直接去統治 不僅如此 亦都加強魔警的實力 現在是在用3萬支槍 對著全港的700萬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還搞23條的話 其實是完全令到這個局面 更加是惡劣 兩種看法 一種看法就是 其實已經魔警還行 你還搞23條來做甚麼 因為搞不到23條 他就用這個魔警來治港 實行軍法的統治 我不知道何君堯究竟他搞23條做甚麼 這個觸動了全香港人的神經 只會為未來的立法會助選 現在立法會已經在說怎樣 在功能組別過半 這個月大家都在關注立法會做選民登記 5月2日之前是新登記 4月內做資料更換 包括轉地址 有些朋友可能做開功能組別 會不會再加一些新的功能組別 一些新的會員進去呢 又或者離開功能組別 譬如很多教育的朋友 覺得教協贏硬 不需要在功能組別裏幫忙 可能轉到超級區議會裏面做登記選民 各位朋友要留意你的決定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一票會影響整個立法會 由立法會裏面也會影響到行政長官的選舉 所以請大家不要放棄 繼續堅持加油 繼續打這場硬仗下去 再提回何君堯搞這個簽名 我覺得他在搞亂檔 我都說就算中央政府 或者地區中央政府的人 都未必再敢提23條立法 他現在在這個時候再提出 我都提及過其實是幫立法會的助選 最頭痛的問題就是 他究竟在哪裏找這100萬人來支持他 很明顯這個世界還有很多五毛 當然也有很多不是在香港的人 去網上做這個推動 真正的民意其實就是 在現在還有沒有人去反警暴開始 真正的民意仍在於究竟 我們見到佔中九子漸漸出獄之後 這場運動如何重新再被鼓動 我就不同意這些叫顏色革命 當年在2003年已經說到 好像50萬人上街都一個顏色革命 其實香港人已經有他們獨立的思維 不存在什麼顏色革命 大家做的任何事情 包括立法會的選舉 會不會過半功能組別的選舉 完完全全都是根據基本法來行事 不存在有顏色革命的操作 因為我們永遠沒有想著去革命去推翻政權 我們只不過是用我們和平理性的手法 跟從這個基本法給我們富裕的權力去爭取 所以如果將我們的爭取 或者將我們的反專制專權的運動 說成顏色革命將它污名化 我想是侮辱全港市民的智慧 很難理解何君堯究竟他搞什麼 大家都知道現在 除了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做聽證之外 也有很多香港人 將現在在香港面對 例如教育界在學校裡面面對困難 警察暴力 魔警到處亂捉人 濫捕、濫權 甚至乎是侮辱市民 這些行徑記錄出來 都會提交給美國國會的議員參加 我不知道你搞這個23條立法 其實就是為這樣幫美國去助攻 助攻是什麼意思呢 就會早些對香港很多人進行制裁 過去那一年都已經有 或者過去那兩屆的選舉 都有試過無理地或者濫權地去DQ很多參選人 這個完全是剝奪到香港人的政治公民的權利 凡此種種的跡象 如果再加上23條的立法 的確是攬炒 令到香港的環境越來越惡劣 我理解很多人都已經幾手準備 攬炒之下可以怎樣呢 有些人甚至說到 留島就不留人 如果留島不留人 攬炒其實對整個中央政府 或者整個香港的局面都是沒有幫助 所以如果再提出23條的立法 是完全是攬炒之作 我看不到已經有什麼實質的貢獻 這個說法可以嗎 很明顯來到這一刻 現在已經3月 全球大爆發武漢肺炎 令到全球已經進入了 這個叫做反共 反中共 或者反華的大團結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會激發到 國會議員更加著緊 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情 大家都知道 過去那一年 有反送中的法案 這個叫做鬥爭 在全港市民參與的鬥爭下 促成了香港人權及民主的法案 一年的時間 半年的時間 就會做一個檢討 每一年都要做一個這樣的檢討 這個很關鍵 檢討什麼呢 看香港有沒有倒退 例如23條立法 很明顯這些就是倒退 已經倒退了 包括什麼呢 例如在佔中期間 拘捕了佔中九字 之後也有立法會議員被DQ 然後也引來很多程序的不公義 還有在反送中的抗爭運動當中 警暴越吹激烈 除了放過量的催淚彈 亦都有警察的暴力 打傷甚至乎打死不少的民眾 沒有在正式的紀錄裏面 凡此種種的暴行 其實漸漸已經在美國國會羅列出來 所以有人搞23條 只是在這個名單當中 再加上一個污名 在這個情況之下 究竟何君義是否想香港攬炒 我不知道他背後在想什麼盤算 但很明顯是美國國會會看這些指標 或者我們叫做紅線 如果一有超越的話 很明顯會對香港進行更加多的制裁 當然每一個制裁都是政治的決定 現在在全球經濟這麼混亂的情況之下 中美的貿易戰已經進入一個不可理喻的階段 所謂不可理喻的階段 就是可以看到中美之間似乎 尤其是中國想將肺炎的來源賴到美國 所以在這個鬥爭當中 未來的歲月真的會相當艱辛 所以大家記得勒緊肚皮 也要繼續堅持下去 不要氣餒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